哇,这个缝后关卡有点东西哦 这是小萨看了第一眼之后 对这关的印象 来自新坚梦的关卡 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 本关初始阳光251 僵尸只有四种 浦江,矿工,冰块和小丑 难点咱们一行一行的看 第一行县长怎么干掉 矿工过去吗 当然是否定的 矿工过去的话县长缩地能躲过 竹笋怎么啃呢 虽然有顺势啃爆炸坚果 但是呢爆炸坚果会把僵尸直接炸掉 即使这里血量最多的冰块僵尸 一样会被炸掉 最前面的竹笋又怎么干掉呢 有霉菌就没办法种植小冬青了 丑死了 第二路好办 有鱼沟草 解决之道我们都知道 第三路钢地词怎么搞呢 还没机甲橄榄和机甲巨人 还有一个划块 另外两个竹笋需要小冬青 这个没问题 第四路简单 窝瓜和两个西瓜投手 第五路也麻烦嘛 后边三个竹笋我们都知道 是需要空空僵尸来干掉 第一个竹笋要怎么办呢 难道第五路第一个竹笋 需要借助小冬青 这样素是肯咬吗 不过随后我想到了 第四路用小丑反弹 钢地词和竹笋 通通全部都能干掉 这样下三路是解决了 第一路第一个竹笋 看到石花弯豆 我就想到了反弹 没错 僵尸头可以反弹啊 还有矿车 肯定就是反弹的做法 小丑旋转着把竹笋吃掉 还能顺带干掉山竹 另外呢 我又想到了 这样不就多了一个小冬青嘛 于是我做了一个实验 那就是让矿工刚起身的时候 挤压植物 居然还能这样 县长被顺势给挤走了 这下难提得解 大功告成 那么咱们就按流程来走了 一路开始 小丑旋转 干掉第一个竹笋和山竹 矿工挖过去 小冬青炸腿 干掉县人掌 之后用矿工 把石花弯豆解决 阳光不够 从二路再来 小冬青干掉两竹笋 走上浮标 冰块啃咬东青 浦江挡住冰块 顺势啃咬竹笋 后边的浦江 也把小冬青啃了 再啃竹笋 然后这里有个细节 马上放浦江 做下时的抵挡 这也是浙光 为什么设计 用冰块僵尸的原因 用血量高 能挡两只钩子 这样才能刚好 啃掉鱼钩草 一路需要一个浦江 刚好走过竹笋 去啃咬爆炸坚果 但是浦江的 移动速度不一样 就会造成 有的能走过去 有的不能 直接用冰块可以 但是阳光贵很多 我这边足足 第三个浦江才走过去 多用了100阳光 我是这样想的 啃咬爆炸坚果的时候 矿工僵尸呢 直接把爆炸坚果给顶飞 然后浦江就能 顺势啃咬竹笋了 完美一路通关 然后是第五路 矿工挖过去 啃地心发射井 啃掉魅惑菇 一次放浦江 放三次 干掉三个竹笋 直接第四路放小丑 小丑反弹砸窝锅上 顺势还能伤害刚第词 以及五路的最后个竹笋 第一个小丑会被窝瓜做时 再放一次小丑 刚好冰西瓜 西瓜头手都干掉 然后竹笋刚第词也挂了 最后两个浦江 肯要东青本体 过关阳光1651 比作者标的1401 还高250 这会是最优紧 显然我自己也是不认同的 5分之后 思考了两久 我感觉还有改良点 第四路用一个小丑即可 用浦江吸引窝瓜干掉 不伤害小丑 小丑一直反弹 干掉冰西瓜和西瓜头手 刚好解决钢地磁和竹笋 节约了100阳光 另外呢 这一次浦江走一路 只用了两回 节约了50阳光 最后过关是1801阳光 如果一路浦江一次成功 那么我这套方法的最优解是1851 这一关很不错 各位同学 不来挑战一下吗